王瑞杰副总理说 我国需要继续投资在人工智能 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资源上 他指出新加坡必须这么做 才能够保持竞争力 同时抓住全球向净零排放转变 带来的增长机遇 王瑞杰副总理在一个数码财富管理平台 举办的会议上讨论了亚洲的经济总市 会议上讨论的其他课题 还包括财务规划等问题 王瑞杰副总理说 投资者在当前的大环境中 需要注意的风险 就包括高利率和通货膨胀上扬 然后再来课题